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合作的桥梁 近日在接受中兴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 于希讲述了他眼中的拉美及中拉明星相通的故事 拉美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土地 这个地方的文化和我去过的北美以及欧洲的文化 特别和我们亚洲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是邻居着拉美的传统的土著文化 欧洲文化 非洲文化 几种大的文化形态的一个综合体 因此它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多样性的 既奔放热情又严谨认真的一种文化形态 随着我对拉美的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了解 我越来越喜欢这片土地 所以我也有兴趣更多的去到拉美 并且更多的向拉美人民讲述中国故事 于希说 公共外交有一特殊属性 那就是能短平快地获取传播机遇 从而在海外高效率地讲述中国故事 在于希看来 讲好中国故事 关键要讲好人的故事 于希说 三十多年来 他已在六大洲讲述中国故事两百多场 其中拉美就有百余场 我认为就是 我们如果能够采取共情的这种方式 就是我们注重人的基本感情 用一些故事的形态 用一种物相的形态 把我们要讲的理念通过形象 或者虽然是抽象概念 但用形象的表达的这种方式 把它呈现出来 这样就能够帮助拉美人民 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 了解中国国情 在于希看来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推进 中国同拉美人民间的相互关切和交流 越来越密切 而一带一路倡议的加持 更令中拉关系不断发展 于希认为 在中拉人民互为吸引 互相支持 追求合作的背景下 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 可以实现更加效果 有一个音乐大家都知道 叫做Mojito 自从中国的音乐家周觉伦 把它唱红了以后 现在这首歌 已经在古巴城的热曲 周杰伦是因为古巴的Mojito 这个狼布酒编成的歌 在中国产生了影响 而周杰伦音乐又传到了古巴以后 变成了一个中国文化的载体 成为古巴人民最喜爱的 能够临结中国两国文化的精髓的 一个音乐而被得到了传唱 每到一个国家 于希总会深入了解 当地华人华侨生存状况 于希称 拉美华人华侨群体 是中拉交流的生理军 潜力巨大 作用独特而显著 旅居拉美的华人华侨 为繁荣当地社会的进步 为促进祖籍国和祖国与他们的居住国的经济 贸易文化的交流 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现在中国的华人华侨在拉美成为了构建祖国和祖籍国 与他们所在国之间的交流的一个重要桥梁 回顾在拉美从事民间外交 于希颇有感触 他说今天的拉美人民 正不断加深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 中拉互联互通 交流互建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也越来越被接受 而中拉民间文化交流与公共外交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愈发魅力独特 大有可为